习米华出事了 他跟其他同伙已经被澳门警方捉了 并且被移交给了澳门的检查机关了 目前习米华也是承认自己 架设海外赌博平台 接下来就看习米华这个案子怎么查了 到底是由澳门来处理 还是交给内地警方 当然也不排除对方一起合作的可能 另外一个关键焦点 就是这个案子还将影响多少人 习米华的问题不少 其实在菲律宾等国家架设赌博网站 并不违法当地的法律 因为习米华本来就拿到了当地网络赌牌的 不过习米华的问题是在中国 拉人头发展会员去海外赌博 同时搞地下钱庄 帮这些人把资金运到海外去 根据媒体的报道 习米华的平台每年的投注量达到了一万亿 利润也在一百亿左右 上过网的人都知道 其实很多澳门博彩公司都有类似的海外网站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在 有没有境内进行非法的拉人头活动了 去年的时候 习米华还言之早早 自己全部活动都是在澳门 自己从没有任何的同事到内地 不过如今习米华已经被批布 也就是说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习米华是澳门最大的蝶马仔 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控制了18个赌厅 澳门有六大博彩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有赌牌的 博彩公司会把部分的贵宾厅承包给蝶马仔 这些蝶马仔其实就是博彩中介 他们一方面给赌场介绍客户赚钱 另一方面承包贵宾厅来赚钱 当然迪马仔还有很多见不到光的赚钱勾当 在澳门除了习米华外 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女蝶马仔 这个人就是曾经的香港女首富朱里月华 三四年之前朱里月华曾经身家超过了千亿 成为了香港女首富 当时朱里月华旗下的金立峰公司市值大涨 一度市值暴涨到了一千多亿 朱里月华的身家也是跟着水涨船高 朱里月华这个女首富有两大生意 第一个是香港的证券生意 朱里月华被誉为香港的壳后 她专门为内地公司去香港上市 靠着卖壳来赚钱 朱里月华至今已经帮了至少150家 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 朱里月华还有另外一个生意 那就是在澳门的蝶马生意了 朱里月华在澳门作用两个酒店 分别是军仪酒店及皇家金宝酒店 这两个酒店总计有788间客房 77台饺子老虎机 以及94张堵台 在澳门不仅仅有六大博彩公司 同时也有六大蝶马仔 朱里月华则是其中唯一一个女性 朱里月华这个女蝶马仔可不简单 她跟四太太梁安琪的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 两个人是好闺蜜 朱里月华更加厉害的是 她不仅仅跟四太太梁安琪关系密切 而且她跟何超琼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当年金立峰开业的时候 梁安琪 廖列文 郑玉彤 何鸿燊等人 都纷纷出席 刘兰雄跟朱里月华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两个人在生意场上也是合作不少 朱里月华的父亲李慧文 其实是何鸿燊的头码 当年他承包了何鸿燊的黄金贵宾厅 这个贵宾厅曾经是澳门的传奇 当年郑玉彤等人 都是这个贵宾厅的座上宾 何鸿燊十分信任李慧文 当时正常的承包分账是三期 而何鸿燊去打破规矩 给李慧文提高到了五五 李慧文在澳门几十年 人脉资源都非常丰富 朱里月华年轻的时候去了美国 在美国毕业之后 就跟丈夫一起在美国创业 当时朱里月华跟丈夫 在美国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很快他们就获得了成功 朱里月华当时 已经在美国实现了财富自由 朱里月华在美国拥有大房子 生活十分轻松惬意 几乎没有压力 有一次 朱里月华回到香港 香港的创业氛围让他非常着迷 他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生活激情 不过 要他放弃美国的一切 回到中国创业 还是非常难的 朱里月华回到美国又思考了几年 最终 他才决定回到香港 朱里月华卖掉了美国的全部资产 回到了香港 从头开始 朱里月华本来也想在香港搞房地产 不过当时香港房地产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于新公司来说几乎没什么机会了 于是 朱里月华就在父亲的帮助下 成功收购了一家小证券公司 朱里月华收购了证券公司之后 就利用父亲跟很多大富豪的关系 成为了香港富豪御用的证券公司 朱里月华也成功在香港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家公司就是如今的金利丰公司 朱里月华自己也在香港投资了众多的上市公司 他曾经大举入股了中国奥元 联泰工业 北方矿业等等 十几家上市公司 朱里月华自己也是在股市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朱里月华跟岁太太梁安琪 还有大家姐何昭琼成为了闺蜜 加上父亲跟何鸿燊的关系 朱里月华也是成功进军了澳门 成为了澳门六大蝶马仔之一 不过朱里月华非常聪明 他可没跟西米华一样 其实西米华是底层出身 虽然很聪明 但是却看不明白大形势 朱里月华是豪门千金 而且在美国读过书 他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朱里月华跟很多明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 之前朱里月华生日的时候 他曾经花了几个亿给自己过生日 当时朱里月华包下了好几架飞机 把自己的朋友都送到了韩国 然后在公司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整个生日宴会足足开了好几天 张志玲跟袁永怡 还有向华强夫妻等等名人 都纷纷出席了 不过这两年朱里月华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金立峰市值大跌 让朱里月华的身家蒸发了近千亿 他也丢掉了香港女首富的宝座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加上朱里月华在香港豪门圈的关系 他依然是香港的顶级女富豪 这次习米华出世 朱里月华也间接成为大赢家 因为习米华倒下之后 他的个户肯定就会被其他人瓜分 接下来说 习米华被抓早有遇见 赌王去世后就开始狂妄 三个细节或贴紧真相 一 为参加赌王葬礼另有原因 最先是他没有去参加何鸿燊的葬礼 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很让人费解了 毕竟他的发家是 和赌王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过知情者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习米华也申请了参加葬礼 被何昭琼拒绝了 理由是何家的爱国企业 而习米华的社会风平并不好 由此可见何昭琼还是有远见的 断绝了与习米华之间的关系 不想让何家卷入是非之中 失去了最大的后盾 习米华所犯之事必须自己承担 二 杜王去世后太狂妄 曾经的习米华只是崩牙居手下 一个小小的蝶马仔 后来 崩牙居入狱之后 习米华三番几次地去看望他 最后由崩牙居牵头 让自己外面的朋友 给了习米华三千万的启动资金 在成长的期间 他结识了西太良安奇 并且拿下了赌王家赌场的蝶马权 一下子改天换地 他成为了蝶马仔教父 起初的时候 他对待任何人都是卑躬欺息的 可是在转眼间 巨大的地位落差 让他也不由地狂妄起来 甚至面对媒体 也是一样的狂妄 不把人放在眼里 在何鸿燊去世的时候 媒体采访过习米华 委婉地询问他觉得自己多久 可以到达何鸿燊的位置 他的回答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现在已经是了 何鸿燊在澳门的地位 无人敢撼动 习米华这句话 是在挑战何鸿燊的地位 不过当时 何鸿燊已经离世 赌王之争再次开始了 这也是习米华 该如此大胆的重要原因 以至于最后 没有参加何鸿燊的葬礼 实在是让人几倍一凉 习米华早在多年前 就是娱乐头版的头条了 频繁因为自己的私生活 登上热搜 所以他也会被很多人关注 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越容易出纰漏 自然而然的 他现在落网了 三 习米华压过法律底线 同样靠着博彩业发家 何鸿燊就从来 不触碰法律的红线 只做法律允许的事情 故而就算是他风头再胜 有无数人想要搞他 却没有任何突破口 而习米华 因为自己做的违法事情太多 谁都保不了他 说到底都是欲望太大 导致自己的眼前都开始模糊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干干什么 自以为很厉害 什么都敢去做 以为自己逃到了境外 就是安心了 殊不知 违背中国法律 无论在哪里 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 自己量 可以 portable 好